临近春节大家都忙着回家 返乡路上可得看管好自己的财物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月25日在湖州无星的一个公交站台上 人头攒动有些拥挤 有人就借机实施盗窃 画面中乘客们都在排队上车 而这名男子不断地挤向前方乘客 几乎整个人都踢了上去 而挤到车门边可以上车时 男子却转身离开 而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 男子其实已经得手了 随后民警侦查后发现 这起案子还不止下手的这名嫌疑男子 还有另外一人帮其打掩护 锁定嫌疑人后 在公交站台采用一人在前面挤压 一人在后面紧搁窃的方式 将该挂人的钱包盗走 锁定嫌疑人后 民警立即跟踪追击 赶赴长兴将两人抓获 据了解嫌疑人王某和李某因手头拮据 相约去湖州无星作案 得手后 两人将钱包里的钱平分后 就逃回了长兴 目前王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春节期间广大人民群众 在公交车站 商场 电梯等拥挤场所 应看管好自己的手机钱包等财物 尽量将财物放在包内 或者身前的口袋 不要放在身侧或者身后的口袋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